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游茂 范成大 他们并称为南宋的四大家 那么这四位大诗人我们今天先来了解的就是杨万里先生 那么小初禁词四宋林子芳 这是由他写的七言绝句 那么该作品呢 他是描绘了西湖六月美丽的景色 所以这个诗歌当中虽然题目有送别 但是诗歌里面他却忘记了送别 其实不是 为什么 因为他在诗歌当中体现的是浓浓的西湖美景 想用此美景想留住林子芳 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是一种别样的送别 而这首诗歌当中呢 叫诗中有话 话中有诗 诗人啊在六月时候的西湖 送别友人林子芳 通过刚才我说的对西湖美景的极度赞美 从而委婉地表达 他想挽留住朋友 没错 留住朋友的情 留住朋友的义 把朋友留下来是他最想表达的 那么在诗歌当中 我们先来读一读了解一下 我给大家诵读一下 小初禁词四宋林子芳 宋杨万里 必尽西湖六月中 风光不语四十同 接天连夜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 简简单单四句 却读出了一种留住对方的情谊 不信我们往下看 上面呢是诗歌 下面呢是我们的注解 我们对应着给大家讲解一下 必尽西湖六月中 那么在必尽前面 我们先看题目 题目有一个小初 小是什么意思 是早晨早上 对不对 而那个初呢是走出 早晨走出禁词四 他要去送林子芳 禁词四在哪 禁词四就是一个寺庙 是不是 而林子芳是他的好朋友 而第一句 毕竟西湖六月中 毕竟是什么 这里有 到底 到底啊 还是西湖六月的时候最美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下一页 风光不语四十同 它的风光 四十是什么意思 没错 就是其他的四季 对不对 春夏秋冬指四十 六月份的时候 与春天不相同 与夏天的其他月份 也不相同 与冬和秋都不相同 因为它是最美的 为什么呢 接天连夜无穷比 接天 指的是什么意思 指的是连接着天 尤其是远天 对不对 但你看见那个荷叶 完全的涨铺开的时候 连接着最远处 无穷无尽的那个碧绿的叶子 所以 无穷 指的是没有穷尽的意思 全都是碧绿的叶子 可以想象一下 在当时的西湖 有多么多的一些荷叶 都自然的生长在那样 映日荷花别样红 映日就是映照着朝阳的意思 映照着朝阳的那些荷花 别样是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这儿 就是分外 格外的意思 它分外的红 格外的美 一个字 让我们感觉 无穷无尽的美好 对不对 那么通过这个美好 咱们来简单的看一下 它的大意是什么 到底是农历六月的西湖了 那秀丽的风光 还真的不与四十 其他时候的景相同 你看 那青绿色的荷叶 重重叠叠 甚至是延伸到了天边 而朝阳映照下的荷花 更显得分外的 它用了四个字 叫什么呢 叫做鲜红椒艳 所以 从这个角度 咱们可以想象一下 我记得有一天 去北京的颐和园 就那么一小片 全都是荷叶 我都惊叹不已 那你想象一下 它只是一个人工湖 一个和园 可是西湖 却是天然的大湖 那整片湖上都是荷叶 而且连接着天边最远处 那不是更美吗 对不对 所以作者的惊叹 是有道理的 因此 我再来教一下大家 关于这首诗的一个技巧建赏 我把最后两句 给它勾画上 这接天连夜无从壁 映日荷花别样红 这是不是写的是小荷花 对不对 但是却表现出的 是一个大场面 所以这叫以小见大 通过荷叶也好 荷花也好 等这些小景 绘制出了一幅 夏日西湖的风景图 我把这个风景改一个词 叫圣景图 确实是美好的 西湖 它是美好的 在呈现给我们的样子 也是美好的 对不对 你感受到了美好了吗 我相信你很聪明 已经感受到美好了 那在接下来的下阴下雨当中 夏老师要说一下了 你看 正好正值夏季 夏老师更有发言权了 当作者走到西湖边上时 他本来可以直接像其他的诗人一样 写送林子方 他多么多么的不舍 多么多么的想和林子方再喝一杯酒 劝君更进一杯酒 西处阳关 无故人吗 对不对 也是好事呀 但为什么他没有那样写呢 他反其意而用之 写的全是美景 如果你不看他题目的话 你还真的会误会 以为他只是写景的 是不是 不是写景的 或者不单单只是写景的 是通过如此的美好的景色 想留住林先生 您啊别再走了 就留在此地吧 你看 连荷叶 开到天边的荷叶 都一直想留住你呢 这 不就是作者 想告诉我们那种真谛吗 什么真谛 真心实感 送别朋友 通过画面 留住友人 心底散发的 是对自然美景的捕捉 而笔下所渗透的 却是对友人的那份 浓浓的不舍 这就是整首诗 一系合成 写出了情 写出了义 话说的话 表达了我们要表达的一些 浓浓的深情 那么好了 亲爱的同学们 这呢 这是我今天给大家所说的一个全部内容 还是练进老话 咱们呀 下一节课 一定要继续锁定夏老师的视频 咱们是不见 不散哦